各位東網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毓民特區》 每年到了這個流感高峰期 香港的公共醫療系統就不勝負荷 求診的人非常多 每間醫院都是迫爆 所以醫護人員根本已經受不了 叫苦連天 所以最近大家都看到 關於這個所謂公共醫療系統不勝負荷 甚至是貧臨崩潰的問題 引起很多討論 其中一個觀點就是 有很多人認為每天 150個單程證來香港定居的配額 是會加重公共醫療系統的負擔 當然那些所謂左膠 或者社福界的人認為這是歧視新移民 或者是抹黑 但是對於那些前線的醫護人員 他們自己就是感同身受 他們很清楚來求診的大部分是甚麼人 當然既來之則案子 既然他來得香港定居 當然他就是香港人 是吧 但是問題就不是在這裡 問題就不是排斥或歧視的問題 是找出所謂公共醫療系統 香港不勝負荷的原因在哪裡 是吧 這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就對於這些所謂的說法 即是說新移民不斷增加 或者這些新移民 對於香港的公共醫療系統 是會加重了負擔 是吧 令到在現在醫護人手 非常短缺的情況下 這個是對於醫護人員來說 無論是精神 肉體上 都是一個相當大的衝擊 這些問題你不能不解決 林鄭月娥的說法是甚麼 她就是一貫政治正確 就說單程證是家庭團聚制度 這些單程證由內地審批 這些內地人 即是香港有親人 你香港之後就成為香港居民 如果你強行將他抽離 說他們多用了香港的醫療服務 這是一種排斥的看法 她又說根據數字 現在公立醫院的使用率 比較高的就是年長的人士 但是單程證來香港的人 多數都是比較年輕一些 所以有關的說法 即是說 逼爆了公立醫院的人 多數都是新移民 這種說法是沒有準確的基礎 亦呼籲大家用一個包容的態度 來歡迎香港市民的家人 家人來香港團聚 她既然說這些有關的說法 即是不準確 我記得 我當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林鄭月娥是政務司司長 在2012年做政務司司長 梁振英當特首的時候 他就是政務司司長 曾蔭權當特首的時候 他是發展局長 他當政務司司長的時候 兼任香港政府人口政策督道委員會的主席 在2015年發表香港人口政策報告的時候 我是立法會議員 我看完整份報告 他來立法會解話的時候 我曾經質詢他 主要是關於單程證和人口政策的關係 這是常識 政府設計一個人口政策 或者制定一個人口政策 你不會不考慮每天的150個單程證 來香港定區的內地人士 在人口政策裡面 會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包括房屋、醫療、教育 很多其他主要的民生問題 你制定這個人口政策的時候 你沒理由不考慮新移民 這是必然的 相關的數據 包括醫療、房屋 你也會有的 當時他的人口政策報告 其中一部份提到人口增長 有關的數據說得很清楚 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 就是新移民 道理是一字那麼淺 因為香港的出生率非常低 人們都不生孩子 現在的環境怎麼生孩子 教育是一個問題 居住有一個問題 很多結婚的後生 子女都不會生孩子 最多一個 所以平均的出生率 一個都沒有 我告訴你 是0.9幾之類 具體的數字 我們不需要在這裡說 大家可以很清楚知道 就是一個左右 在2015年的人口政策報告 他說在2014年的人口增長之中 自然增長的 即是出生減死亡 總共是13,300人 但是持單靜靜 來港人士就是43,500人 差距已經是3萬人 你這樣推算下去 香港人口增長的比例很明顯是新移民 所以你制定人口政策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說得很清楚 跟公共醫療的房屋關係呢 當時我問他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到 對整個房屋政策的影響 以及其中就是公共醫療 但是這個人口政策報告裡面 是隻字不提 就是說那個人口增長 特別是新移民的數目 就是成為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 這一點對公共醫療的需求的影響 有多大 在人口政策報告書裡面 隻字不提 就是說 我不是想從陰謀類的角度出發 很簡單 你就是要 他自己現在都念口話這樣說 我作為香港特別行政上官 我又顧香港 我又更加要重視 又和中央的關係 和中港的關係 這個單程政問題 對林鄭月娥對鄧居政府來說 就變成了一個什麼呢 就是一個 政治正確 是吧 你那些人說什麼要檢討單程政策呢 他都是會迴避的 但是我們不僅僅說這個 這個單程政策要不要檢討是一件事 而是新移民的增長 對公共醫療的需求 是吧 就是增加了 是吧 令到這個公共醫療現有的 這些人手 沒有辦法負荷 這是事實 是吧 禮醫管局就告訴你 我們就沒有這個 新移民求診的數據 沒有傳這些數據 那就沒有辦法充分掌握 究竟 就是說 這些新移民對公共醫療的需求有多大 這些真是鴕鳥 是吧 但是即使沒有這些數據 你看回那些其他相關的數據 包括人口統計的數據 你就看到 新移民第一 這些新移民家庭 普遍來說 就是說 它的入息 相對比較低 是吧 你看它的入息 中位數就看到了 是吧 在貧窮家庭裏面 這些新移民家庭 又相對比較窮 好 很簡單 用這些數據來推測 或者年齡就不斷增長 是吧 他來了十年 是吧 他來的時候四十歲 今天是五十歲 所以你說 多數是年長人士使用的 不是叫做新移民 新移民那些全部都是年輕的 這種說法 更加沒有理據 不過是你 林鄭月娥 就是為了應付那些 就是對檢討單程證 那個訴求 就是一個官腔 或者叫做基本上是空話 你從那個入息 是吧 或者他的年齡的增長等等 這些數據 你也看到 是吧 喂 十年後二十年後 是吧 那麼會多很多老人 這些老人是否等於西移民 但是他也是香港人 這個問題 是可能會引起一些爭拗 是吧 有些人認為家庭團聚天經地義 是吧 不應該難他們 現在不是要難 這些新移民來香港 而是有了這麼多人來香港的時候 你政府的政策如何去回應 是嗎 現在是 說說說就在這裡轉移焦點 是吧 我們不會跟你說 你問我 我們不需要跟你說 這些所謂單程證的新移民來香港 對香港的所謂公共政策的制定 構成甚麼影響 這是政府應該要想的 是吧 醫護人手缺乏 一方面就是政府目光如斗 是吧 很多事情都是按照機制來做 是吧 麻木不仁的 我經常說 政府現在變成一部機器 沒有人性 是吧 但是問題就是 那些醫護人員 是血肉之軀 是吧 再做下去會死人 是吧 醫死人 可以 很多聲音就是 你醫學界都要有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 可否引入外來的醫護人員來香港呢 是吧 特別是醫生 是吧 那些護理人員 就本地可以培訓 是吧 因為需要的時間沒有那麼長 是吧 但是醫生那些 喂 讀書讀五、七年 是吧 又要實習 那你是否可以引進外地的醫生呢 但是由於香港 大家都知道醫學界 非常之封閉 是吧 還有就是 閉關 關上門的 擋住不讓人進來 就是為了自己的所謂利益 那這個呢 就並非香港致服 是吧 當然你問到那個食衛局長 他又疑惑 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就是我們今天要點出一個問題就是 你撇開這個所謂燈焊情證 是否需要一個審批要檢討 或者是香港應該是否應該爭取那個審批權 這個撇開這個不說 那個實際的情況就是 每天有150個單程證來香港定居 是吧 這個新移民的人口呢 是整個香港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 那你政府無論是公共房屋 公共醫療 你是不是要有一種政策 長遠的政策 是吧 去解決這些問題 是吧 根據有關的數據 去解決這些問題 而不是 很短視 是吧 甚至乎 動不動一說這個問題 你就轉移知道要怎樣 家庭團聚 那很多人都不是跟你說這些 是吧 所以 這個特區政府 就是我們看不到 就是 有些甚麼高瞻軟足的想法 是吧 很多東西 就是 所有這些有相關的公共政策 其實真的 我們在這裡都說了很多 這個政府基本上就是一個 就是 非常之無能的政府 是吧 這個問題是否重要呢 公共醫療 是吧 當然是重要 搞這個醫療融資 又搞到胎死腹中 是吧 很多東西 你看一下香港醫療的問題 特別是公共醫療的問題 是吧 醫管局的主席竟然走出來說 是吧 就是這個 公立醫院爆煲 這些不是醫管局可以解決的問題 難道上帝可以解決甚麼 不是醫管局可以解決的問題 每年政府承舊錢給你醫管局 是吧 整個公共醫療系統就是這樣的 是吧 那出現問題你不解決 是吧 你說無法解決 是吧 就是用上帝來解決 就是說這些說話是不負責任 整個政府和這些公共機構 那些主事人是吧 整個思維的方式幾乎是一模一樣 是吧 根本就沒有軟見 是吧 而且不負責任 是吧